從上海飛回台灣 一下機就要繳交健康管理卡 一名女大生準備回花蓮居家協議14天 原本1922會派專車來接送 結果她一等就是一小時 可是我一直等你們的專員電話 你們一直沒有人打電話來 然後我很慌 我不知道該怎麼辦 等了好久都沒回覆 女大生只好再回播 結果衛生局竟然請她搭乘大眾交通運輸工具回花蓮 然後花蓮衛生署就打電話來 然後也對了一下資料 然後他們就直接跟我講說 他說妹妹你趕快現在去火車山買火車票 買回來花蓮 這名女大生就讀大三 年前到上海陪家人過年 13號回台灣 居家檢疫必須避免搭乘大眾交通工具 但衛生局卻要求她 從台北搭乘計程車和火車回花蓮 這個個案是全程她都有戴口罩 所以她是可以搭乘 是可以的 原則上盡量不搭乘 花蓮衛生局強調 居家檢疫條件中 有不得搭乘交通工具為原則 而女大生全程佩戴口罩 並主動聯繫衛生局 一切符合標準作業 目前證明女大生沒有出現任何狀況 也依法在家居家檢疫中 記者劉底昭 林玉君 花蓮報導 有所謂的理由 我們來拍照 那次